华晨宇突围赛再夺第一,锋芒过盛世决赛分组无人敢选 歌手突围赛华晨宇在夺第一,继歌手上最年轻补卫歌手后,成为第一个得四关的补卫歌手,目前成绩在歌手史上与邓紫棋并列,仅次于五关的杰石姐JesseG 突围赛结束后为总决赛分组,七位歌手两人两组,三人一组PK 按本届的历史排名由歌手们依次选组,第一名的杰石姐JesseG由歌手经纪人集结帮其选组 第二位选组的是华晨宇,他一出现就跟集结打招呼,然而集结反映出乎意料,一脸拒绝地朝华晨宇连连摆手道,别来,哗哗别来 因为他觉得你是个很强劲的对手 在华晨宇走近后,更是挡住旁边两个座位连呼,这个不行,这个也不行,场面让人哭笑不得 华晨宇无奈自立一组,等待其他歌手的挑选 然而,其他的歌手也几乎不考虑他,分别选择了和杰石姐或汪峰一组,只剩最后一位歌手李全别无他权与他组合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,去年天籁之战中,同样是无人敢选的场面 选手更是直言,哗哗不要选我,华晨宇也是很无奈吧 歌手突围赛华晨宇在夺第一,继歌手上最年轻补卫歌手后,成为第一个得四官的补卫歌手 目前成绩在歌手史上与邓紫棋并列,仅次与五官的杰石姐Jesse J 突围赛结束后为总决赛分组,七位歌手两人两组,三人一组PK 按本届的历史排名由歌手们依次选组,第一名的杰石姐Jesse J 由歌手经纪人吉杰帮其选组 第二位选组的是华晨宇,他一出现就跟吉杰打招呼 然而吉杰反映出乎意料,一脸拒绝的朝华晨宇连连摆手道,别来,哗哗别来 因为他觉得你是个很强劲的对手 在华晨宇走近后,更是挡住旁边两个座位连呼 这个不行,这个也不行 场面让人哭笑不得 华晨宇无奈自立一组,等待其他歌手的挑选 然而,其他的歌手也几乎不考虑他 分别选择了和杰石姐或汪峰一组 只剩最后一位歌手李全别无他选与他组合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,去年天籁之战中,同样是无人敢选的场面 选手更是直言,花花不要选我 华晨宇也是很无奈吧